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治疗上来说大概也是根据病人的问题所在 而进行相应的治疗 我们说辅强镜刚才说的是诊断的金标准 那么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手段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辅强镜看到 到底哪个地方是有内膜意味的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物理的方法把它烧掉 用电烧 激光之类的这些超声 就是墙的超声等等这些手段 把这个内膜意味的病灶给它烧掉 这是我们常常做的 在辅强镜下常常做的一个操作 那么在如果是做完辅强镜以后 明确是这个诊断了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巧囊 把这个通过手术的方法把它切开 把里面的这个囊肿剥掉等等 在辅强镜下都可以做这些操作 那么明确的诊断 那之后再干什么 主要是看病人有什么问题 如果病人是以疼为主 就是疼痛的症状非常严重 而没有生育要求 就是不想要孩子了 或者已经生完孩子了 这个病生完孩子可能还会有 那生孩子本身就对这个病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 所以现在一个就是生孩子比较少 就各种原因 政策问题和经济压力 什么工作等等各种原因 大家其实好像不太习惯于要多要孩子的 这种内膜异味肯定是发生率会增加 尤其晚要孩子 内膜异味的发生率也会增加 那么生育要孩子本身 这是对内膜异味症的一个最好的治疗 腐腔镜是最好的治疗 它的一个腐腔镜加药物的联合治疗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那么药物用什么 比如说这个人明确是子宫内膜异味症了 但是他没有生育要求 不想养孩子 但是他疼 那么我们通常可以用药物来治疗 药物有多种 其中一个比较简单的药物 就是口服避孕药 口服避孕药 那么用了口服避孕药以后 就可以把内膜抑制掉 大家用过口服避孕药的人 可能都有这种感觉 就是用一段时间避孕药以后 月经量会越来越少 所以这种在位的内膜 它体现的是月经量 它会抑制 然后月经量会越来越少 那么异味的内膜也是一样 所以它产生的这种异味内膜的 这种出血 形成巧克力囊种的这种出血 也会越来越少 所以它的疼痛感会逐渐逐渐减轻 那么甚至现在还有一些用药的方法 比如说这种口服避孕药连续用 大家知道口服避孕药一般用来避孕的话 都是吃21天停7天 再吃21天再停7天这么用的 但是如果为了要治疗内膜 因为要缓解疼痛 我们可以当中不停 连续吃上几盒 在国外甚至还有一些专门用于这个目的的口服避孕药 也就是它可以连续吃三个月再停一停 这样的一个服务避孕药的方法 所以这种这些呢 就是你要把它控制了三个月都不让它来月经 那当然是不疼 所以这个治疗方法的效果应该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那么这里可能很多人就一听避孕药觉得就很可怕 实际上避孕药真是个好东西 那么这样简单说一句 就是大家所想象出来的口服避孕药的任何的副作用 真实情况正好是相反的 就是大家所能想象出来 比如说避孕药 大家都认为可以增加各种癌症 但实际上避孕药可以减少很多癌症 不增加任何的癌症 而且是减少癌症的 那避孕药可以 大家都想会增加子宫的癌症 实际上避孕药减少子宫的癌症 避孕药还可以减少卵巢的癌症 避孕药不增加乳腺的癌症 这些都已经得到大量的研究证实 那么口服避孕药 吃了避孕药以后 以后就停了药也容易不怀孕 恰恰相反 你吃了避孕药以后 停药以后更容易怀孕 这些都是大家对它的一个误区 还认为吃了避孕药会发胖 实际上避孕药都可以有控制雄激素的作用 长期吃还有减肥的 就是体重会下降 这些都是大家所认知上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误区 这个可能以后我们 再找一个时间 专门可以说一下 这个避孕药的事 是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